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Max 今天我们以第一视角来看一看清迈的周日夜市啊 现在我是往这个帕欣寺方向去走 如果在清迈你逛这个周日夜市 差不多晚上五点半就开始了 你可以东起塔佩门往帕欣寺方向 也可以从帕欣寺方向往塔佩门方向走 这个都是没有关系的 在夜市的路口已经有很多美食开始摆起来了 不知道里面情况如何 这是太北的香肠 然后我们现在进到里面去看一看 门口这些美食大家都可以先不要着急去尝宝 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都值得去吃一吃 可以小吃一点 一台台的嘟嘟车在等待着他们自己的客人 但是呢 大家在打嘟嘟车的时候 要尽量用谷歌卖不去搜一搜 或者用grab价格去对比一下 不要被攒得太多 好了 现在我们直接往前走吧 然后一进到路口这边就人塞人进不去了 千万的周日夜市是最为出名的 出天盖子的摊位 连寺庙里面也会摆上各种美食摊位 据说啊 这个周末夜市被称之为世界十大夜市之一 也是亚洲最大的夜市 我敢这么说 如果大家想彻底的逛完这个周末夜市 估计这一个晚上是不够的 它不单单是一条主干道 从主干道路延伸到两旁的街道 寺庙 甚至呢 很多小广场也会摆上小摊位 那这个是这边的手工香皂 也是在清迈非常出名的伴手礼吧 很多人都会带回去送朋友 其实我今天晚上原本以为水灯节过后 清迈应该不会有特别多的游客 那周日夜市应该不会有那么多的人 但是我真的是没想到 今天晚上真的 感觉是比疫情之前还要人多了 因为从这个摊摊的这个摊位 我发现好像多了很多很多很多 那我们继续再往前走一走 这些是本地的艺术家画的一些画 清迈也是被称之为一个国际化的农村 有很多全世界其他的手工艺人 在这边去生活定居 所以他的手工艺品也是非常的多 尤其是瓷器品 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 也会买回去自己家里用 那我们继续再往前走一走 前方如果看到警察局 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 清迈的周日夜市 它的物价并不一定是在整个清卖最低的 但是呢 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它的包容 汇聚着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游客 真的是一个国际化的农村 哦呦 周日夜市的摊位租赁是排队机制 一个人退出 下一个人点上 但是这个排队 听说每年有好几万人 它的费用呢 也不是很低 所以在清卖的周日夜市 物价相对来说并不是很高 清卖的周日夜市 我个人感觉真的恢复的差不多了 相较于前两次的周日夜市 那么我感觉到今天是真的人流运动了 然后呢 不光如此 就是老外多了很多很多 这也是我一直想告诉大家 其实没有那么危险 你们可以来看看 走走 不管是在国内的朋友 还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朋友 其实很多人对于泰国是一个陌生的态度 再加上近几年的新闻 让大家对于泰国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 其实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不好的事情 只是现在随着自媒体的发展 把泰国渲染成了一种危险 不能去很可怕的一个国家 然后其实并没有这样 前面的人他就是最好的答案 难道不是吗 那么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然后走到一个路口 大家会看到从两边延伸出来的这个夜市 它真的为什么称之为最大的周日夜市 继续往前走 在左前方看到蓝色的衣服 那个呢并不是属于青麦特产 它的布料是产自于另外一个服 好像叫南服 那边呢出这个渣染的衣服比较多 当然也不影响在青麦卖哦 然后这个警察呢 刚开始我也是没反应过来 最后再往前推的时候 我才发现哦 原来是在为贫困儿童筹集资金 这里是一个大的十字路口 我对这里异常的熟悉 因为往右管呢 是我曾经工作的地方 右边呢也是警察局所在的 我们先大概继续往前稍微看一看 给大家看一看前面 究竟这个人多不多啊 你看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到 这边已经被人流 还有这种摊位倒的已经无法继续去前进了 我有看过其他的视频啊 那么今天这个周末夜市也是 不知道为什么人特别多 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 这一次既然警察局让人在里面去摆摊 我的千万生活三年都没有遇到过 这就是为了学校的 这就是为了学校的 这是为了学校的 是为了学校的 今天就是为了学校的 是为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你一个人要排队去等座位 一个人可以去买东西 这样的话就不会很尴尬 你买了东西 发现没有地方去吃去坐 甚至去看这个右队演唱 前面去走的话 右边是一个停车场 里面以前也是摆摊 但是我没想到这个过道 今天是真的挤不进去 以前呢是没有座位的 这一次呢也是安排了不少座位 哦 这边现在今天呢就停了车 基本上没有去摆摊了 但是这家猪排是唯一一次 让我在清迈九州留下的遗憾 我再等下一个周末夜市 西起帕欣寺 东到塔佩门 这段夜市真的是走得我累死了 还是有大量的人继续在往这个夜市去走 那这样吧 我给大家一个镜头 看看这个人头啊 来 我们往前推一推 你们看一看这个人有多少 再过一会人更多 那这里是塔佩门广场 现在已经水灯节的痕迹慢慢的消失了 但是也有很多摊位 可能我个人觉得是处于经济恢复的状态吧 之前的疫情期间 还有疫情过后其实也并没有恢复的很坏 大家就赶紧拼命的再去摆摊 去工作去挣钱 去努力的去恢复疫情之前所有的损失 人类文明不仅仅是高楼大厦 和绚丽的霓虹灯 它更是人间烟火剂 我相信这就是很多人 为什么会喜欢清迈的原因 ache梦 5月4日 再诚